如果今天跟人家發生差狀 然後你的汽車保險的責任險 沒有不夠理賠的話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其實我常常遇到這種狀況 尤其是剛過來美國留學的 一些年輕的朋友 他們因為剛買車很興奮 那想要省錢在保險上面 所以就買了一個最基本的 那跟同學出去玩可能會發生差狀嘛 那常常就是我們在新聞上 也會看到一些蠻大的車禍事故 有時候甚至不是兩台車的事情 可能是三台車甚至四台車 我舉例說明好了 我曾經有一個客人 他不是年輕的留學生啦 但是他自己名下其實是有很多房產的 那他自己也有很多的跑車 那他平常開車也很小心 在美國開車30年了 但是就是因為他曾經捲入一起連環車禍 那那個車禍裡面呢 總共是有四輛車子 那其中還有人員傷亡這樣子 還滿嚴重的人員傷亡 那所以還好當初他在跟我們投保的時候 我們就有建議他要購買雨傘險 所謂的雨傘險就是像一個大的雨傘一樣 他保護你名下的這些財產 所以身為一個專業的保險經濟 其實我們並不是會建議 每一個人都適合買雨傘險 我們是根據他個人的資產狀況 來建議他應該購買的這個保險額度 其實每一個人要購買的保險額度 是根據他自己的資產狀況來決定的 那還好因為當初我們有建議 他要加買這個雨傘險 來保護他的這些名下的財產 那如果實在是發生了這種車禍狀況 那你又沒有雨傘險 那可能就你必須要面臨的是很多的帳單 包括法院的訴訟費用 醫院帳單 還有你不能去上班 那這些你平常沒有零薪水 甚至是這些有發生車禍 甚至是那些車禍相關人士 那他們的醫療帳單 他們沒有去上班的這些薪水 都是可能需要你理賠的範圍之內 所以大家千萬在購買保險的時候 不要為了省那幾分錢 然後真的需要用到的時候得不償失 下次見 甚麼時間 會 prevent 是